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有一句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听过 忍一忍 风平浪静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在我们生活中 其实碰到每一个伟员都是来度化我们的 让我们羞忍辱的 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中 带来种种难题或者是不公平事情的这个人 一定跟我们前世是有缘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英国故事 仇人的灵魂来告诉他说 我和你多世以来一直反复纠缠着冤仇 这辈子再相遇便分外憎恨 而这事本当轮到我命丧于你手 因你对我的忍辱避让 让我们仇恨的因缘因而改变了 看完了 大家就一定要放下 要学会忍辱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忍 在清朝 苏州有一位商人叫徐寿天 某天他到观音庙去拜一拜 却在回家途中被一个挑粪的人给撞着了 粪桶落地 当场撒了他一身的脏粪 徐寿天本来想发火的 让他赔偿衣服和鞋子 但是又想到是挑粪的人 一定是家庭贫寒的 让他也不可能赔得起 于是 徐寿天就忍着身上的臭气 直接转身 离开了 没想到 那个挑粪的人居然反过来诬陷 说是徐寿天将他的粪桶撞翻的 对他又打又骂 徐寿天挣脱后急忙逃跑了 挑粪的人在后面追了一里多地 连围观的人都为徐寿天鸣不平了 徐寿天狼狈地回到了家里 妻子儿女都埋怨他 认为这是不祥之招 徐寿天自己也是觉得闷闷不乐的 被折磨了一整天之后 徐寿天当晚很快就露睡了 到了半夜 他梦见那个挑粪人 阴冷冷地站在他家门外 急促地扣门 徐寿天开门后 愤怒地说道 你白天撞了我 弄了我一身的粪 你现在居然胆敢跑到我家门口来 话还没有说完 挑粪的人就开口说话了 我和你多世以来一直反复纠缠着冤仇 这辈子再相遇 便分外憎恨 而这事本当轮到我命丧于你手 因你白天对我的忍辱避让 让我们仇恨的因缘因而改变了 今天傍晚时 我的寿命已尽了 但因家中非常的贫困 无关恋费 妻儿忧恼至极 你若能帮我 来世我一定会结成报答你的恩德 挑粪人说完 痛哭了起来 原来挑粪人在白天追打徐寿天之后 回到家就突然猝死了 徐寿天知道他不是人 虽然很害怕 但仍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挑粪人把姓名和住的地方告诉他后 就跪地痛哭 之后才慢慢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 他按照挑粪人说的地址 前去寻访 果然如昨夜挑粪人说的 于是便厚脸了他 并且给了他的妻儿十两银子 让他们做点小买卖 以赡养母亲 徐寿天后来将此事告诉身边的人 并说 当时我如果因受到侮辱和打骂 忍不了一时之气 和他争吵并动手了 再惹怒了那个挑粪的人 事情就麻烦了 他本命定还我前世之仇的 会在那个时死去 我若一还手 就变成我打死他了 他若死在我的手上 肯定会被曝光 偿命的 说不定已经在刑场上被绞刑了 而且我们之间的冤仇更会越结越深的 从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今生遇见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今生遇到的人 也不是随随便便遇到的 一定跟前世都是有关系的 也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若是遇到横逆之事 很可能是在某一世 也是你曾经用这种方式伤害过对方 所以当遇到无理取闹的人 如果能够一时忍辱必让 才可能如同徐寿天那样化解冤仇 躲过更大的灾祸 否则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从这个故事当中就告诉我们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学会忍辱 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 而造成更大的灾祸 看到很多的故事或者是视频 其实两个人就是一时的吵架 嘴巴不饶人 你就会造成很大的灾祸 每个人生活都不容易 压力都很大 我们在生活中 工作中 如果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情 能忍则忍 能饶人处且饶人 切记 切记 一定会有好的果报 也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当中 总会遇到伤害我们的人 当你遇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生气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我们自己 宽容是人与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桥梁 乐观的心态 来自我们的宽容 来自我们的大度 来自善解人意 来自与世无争 就是要修好自己的这个忍辱心 面对种种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有定力 这个定力啊 是一种自我控制力 我们现在学佛都知道 这个定力修到一定程度 自然就会开会了 有定力的人 正念坚固 如净水无波 不随物流 不畏静转 光明磊落 坦荡无私 有定力的人 心地清静 如如不动 不会被各种假象所迷惑 也不畏名利而动心 要做一个有定力的人 才会有前进 有方向 无论遇到任何的事情 都能从容淡定 修忍辱 你如果修好了 成佛就一半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